你小子是个愣头精啊 打小鬼子不含糊 好样的 这就对了 做人嘛 就得人意 人意 人意 要是投靠球家 算你瞎眼了 在青龙峡只有水家 他是个靠山 我 你啥你啊 干活 这个终匪不服从命名 真该把他送上拒绝法庭 可是毕竟冯川武带队 取得了梁州抗敌的第一个胜利啊 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你真的是以为就是那小小的窝寇吗 啊 你好好看看历史 哪朝哪代不是因为内部斗争而灭亡的 如果没有李自成的暴动就不会引来吴三桂 没有吴三桂大明朝就灭亡不良 这个纯虎 纯祸 他碰到日本人就该展示展开 让日本人去消灭共匪的游击队 他完整可以 等他们双方消耗殆尽以后再一劳永逸吗 让我失去了消灭嘎那五游击队的最后的机会 罪人大安国的罪人 那 那我擅自带人参战 是不是也让你失望了 啊 耸 湖眼一怒未知己 莹怀 谢谢老师的理解 司徒啊 自古多情 空自扰 我是為你擔心的 我懂了 啊 從今天起你就得聽我的了 啊 啊什麼啊 我爹說了 以後你只管在我跟前忙前忙後 重要的事不用你管了 這不行 我還跟張老師一起重要呢 這由得了你嗎 我拜張老師那是東家允許的 現在不許了 三小姐 你一個女兒家總能講講笑道吧 你不能說廢就廢了東家的話呀 因為長工你敢教訓我 你皮癢癢了是不是啊 我不相信你就一直欺負人 如果你認為你手中的鞭子 抽打日本人也能抽打中國人 那你就答 你 我們就集團吧 二爺 有什麼吩咐 您要是沒什麼事 我可告辭了 爹爹 坐會兒 坐 是吧 张药师 那枪打的 打得好 来 喝茶 喝 我跟裘副官说了 你说当个药师 经常的进山采药 不会使枪 那还不让药给吃了 你说也怪啊 这裘副官是穷横穷横的 怎么到你那儿就那么听话呀 裘副官那人厚道啊 厚道的都请你的 张药师 二爷这一辈子呀 有一点你记住了 眼雕 你说一个药师 枪打得好 关键的时候 还知道往哪儿打 这就太厉害了这个 东家 那您看我 不想药师 是 二爷 只能这么说 懂药 会重要 别的就不说了 二爷 好严厉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相瞒了 我是来向您告辞的 我是来向您告辞的 我这个不称职的药师 得搜 别 你听我说 你走嘛 二爷那地怎么弄 有十凉啊 有十凉啊 其实这种药跟种田 差的就是个悟性和灵情 十凉身上 有这些东西吗 另外的 我还给他留下了几本 有关重要的画策 没事让他看了 这孩子啊 身上得担点分量 啊 我得走啊 我要是总在这待着 会给你带来祸患的 啊 东家 青龙侠这块上好的药笔 那得保留好喽 托你吉言 一会儿啊 到柜上 多支些银子 这段日子就算委屈你了 多谢阿姨了 得嘞 大大武 东家 您认识他 你说呢 东家 您靠着自己的努力 致败下这些产业不荣耀 但是乱世之中 哪有世外桃源呢 请东家好自为之 多行善举 保重 告辞了 多保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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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必须说 你可能是臼科 做Intыт 這家裡一定還有人 小雅你留在這兒 一定要小心 張曉氏 傳說中的歌的舞是您 這兒怎麼了怎麼老出事啊 丫頭 這兩天到城裡請你剪下駝了 大約沒個消息 您去嗎不去 您不去我就不去 你講 你爹沒事 沒看出來 這些個事都是沖著那些藥 沖著邱家園那小子 跟爹沒棍 什麼時候你怎麼還能讓我說事呢 你嫂從哪兒冒出來的 不是阿姨 這曹曉氏他剛死 所以家裡肯定還有個殺手呢 哎 你怎麼偷聽我跟我爹說話啊 不是啊三小姐 我這個 三小姐 跟我的長公一樣叫我啊 不用這麼突出你跟我的關係 我知道 我跟你的雪兒同學不一樣 對 你給我聽著 收拾你的東西給我滾蛋 你的銀子兒爺也不要 別琢磨著在我水下找什麼殺手 水下要是有殺手 就跟你面前坐著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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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親戚半天了 沒東西兒 不是好事兒 哎呀你別管這種事兒 大活兒吧 我還告訴你 誰要是壞了我水下 親手殺了他 你信不信 我還告訴你 這都一家的什麼人了這 你還不信 看見沒有 這 可怕 你說我說這兩回 哎 兔崽子 滾 完了 這回你要倒霉了 怕什麼 你看 哎 弄給打你了 打到我這 還就那樣吧 霸道怪 你說也是啊 最近死了多少人了 所以啊 這晚上能憋出去就不出去 喂 今天晚上 是安逢你去餵 我害怕 那個 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兒 你有什麼事兒啊 你幹嗎呀你 今天晚上 我跟妳說 哎呀 哎呀 你怕什麼 你怕什麼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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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抓住 要不然就不安生 二爷 您得给我指点个江山啊 臭小子 你就是到街摊上找个算卦的也得给俩子吧 地租的事咱今日就可以解决 屁话 那是你该给的 力气还没算 那您要有什么其他要求进来 我女儿如果再对你有一点点好 你打断你的腿 你信不信 不是 阿姨 哪应应对我呀 说你的事 说我的事 我做的这些呀 那都是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打住 你 还为了国家 二爷比你强不 也就是管这一亩三分地 羽皇大帝的事 二爷从来没想过 你管这国家 你别闪着舌头 有那本事 对对对对 我是没什么本事 可是呢 我现在知道 有多少人 为了这个共同的信念而努力奋斗的 他们流血牺牲 死而无怨 我呢 作为其中的一员 我感到自豪和骄傲 可是您呢 您呢 咋的 就为了这点地租的事 动不动地还剥削着我们 我呢 理解 您这种一亩三分地 小腹皆安的思想 我也不给您讲什么国家的重任了 是吧 您也听不懂 我呢 也不说我做的这些 是为了您水家大院了 您根本就不领情了 而且呢 您还觉得 我是仇家 仇达成的儿子 我做什么 那都是错的 您才是青龙侠的王 您说什么 那都是对的 所以呢 我呢 也什么都不说了 我刚才呢 也跟您说过了 这个家里还暗藏着一个杀手 您现在呢 愿意帮我呢 您就帮 也是帮了 您 您 您要不愿意呢 没关系 我求家远一定会尽力地 努力地保护好水家大院的安全 您现在呢 可以高枕乌婴儿 您现在呢 可以高枕乌婴儿 行了 求家 能养出你这样的小子里 父亲 东家 进地窖的 只有裘副官狗狗还有张钥匙 刚开始我也进去一趟 被裘副官给轰出来了 他说除了五嫂送饭之外 别人都不让进 那拴五的就没进去过 那我记不清了 东家 你怀疑他呀 对了 我还真想起来了 我在地窖门口 还真遇到过他一次 吓死我了你 吓死我了你 想看就看 偷偷摸摸地干什么 进去看 谁也敢啊 万一碰上裘副官呢 谁遇到的 連我一会儿绷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真怕血 早要是浑身是血 太吓人了 不过 孙五子他怕见血呀 他怕见血 哪次杀牛宰羊缺了他呀 东京啊 杀牛宰羊和杀人可不是一回事 孙五子胆那么小 你看他平常听见 枪声音 枪炮声都吓成那样 杀人这是怀疑谁 都不该怀疑他 不能装一下他 你看他平常爱占小便宜那样 他做不得杀人这样的大事 街头啊 说得那么肯定 敢担保吗 敢担保 行 下去吧 我杀了一个管间 姓曹的 姓曹的 我放不了你 诗良 诗良 诗良你师父做梦了你 你跟他说什么了 我师父做梦了 说话我跟他说什么梦话了 说 没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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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那我为什么感觉好你在叫我 快说 快说 啊 我叫你魏马 魏马啊 哦哦 魏马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刚才做了个噩梦 吓着你了对不起了 好 今天睡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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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子 嘴裡刀骨的全是殺死 超有實話 從來就沒見過那麼兇 嚇死我了 你都不認識我 就聽著他說什麼了 我聽清楚了 什麼呀 他說 殺死你 殺死你 還還還這樣 好主好主 然後那兩個眼睛瞪瞪瞪瞪 瞪瞪 你別甜油加醋的 在冬天面前瞎山火 誰瞎山火 我跟他住一屋 關係又不錯 他要沒這麼說 我能瞎成這樣嗎 你 哎哎哎幹嗎呢 二爺 我看萬萬沒有想到啊 殺死姓曹那竟然會是他 屁話 你先把那傢伙給我收起來 不殺人家 放下 你說他殺人 有證據嗎 聽什麼呀 我在馬眷裡發現了這種 有證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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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的 二爺啊 我告訴你 我最近就發現他神色不對 我一開始以為是因為別的事情 現在我是終於明白了 一定是因為他的個人意氣 殺了那個姓曹的 智良 走啊 不說話 去 也不自然 他在這種 車上 有摩批 可能 你说他什么我都信 你说他杀人 你看看他长这样 傻乎乎的 他像杀人的样子吗 三小姐 我为什么就不能杀人啊 尤其我杀的还是坏人 我说你是不是真傻呀 就不是杀人打仗 这种事还要王子 也是他懒的 杀人要偿命的 是两娃 别乱说 不 可想清楚了 没什么可想的了 现在人证 物证都在 杀人就是要偿命 家园 失联了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看怎么会杀人啊 胡说八道 丫头 这臭小子 晚上做梦都想杀人哪 你不信 说 双五子 好好说话 你要敢撒谎 你小心点你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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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姐 这么大的事 我哪敢胡说呀 我真的亲眼听到 他晚上做梦说 又杀了曹耀士 我这儿还天天说要杀你呢 你死了吧你 行行行行 丫头 外事出来了 平时不稀罕人家 今天咋的了 一个就是替他说话呀 我这是对事不对人 哦 三小姐说的也是吧 三小姐说的也是吧 我也是 冲礼不冲人 水梁 你是个厚道的人 那姓曹的 虽然是该杀了 但是 不应该你来杀 我想 你一定有你自己的原因吧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 第一 送梁州城 交衙门 第二 就地军阀 志良 这事就听了二爷的 衙门 二爷进来 不死也得拔一层皮 你就让他给你就地正法喽 爹 行了 你别欠我 我把你爹也请来了 给你点个讯 这事 了啦 妈呀 妈呀 你怎么了 你雪明心窍了 杀人的事你也敢胡说八道 东家 东家 你可真是冤死人了你 行了 别再哭天寒地了 见着儿子了 该说的说 说完了 正法 你现在是冤枉的 对不住了 我作为一个军人 律需要执行我的责任 请你不要怨我 十亮 请你也不要怨我 哎 哎 哎 你要趕下看你獻上我 玉瑩 這個時候我就不能讓你了 主彥 認識我殺的 你實在無關 老街頭 老糊塗了啊 人命關天是我殺的我認 董家 別再濫殺無辜了 這孩子和曹耀師的死 沒關係 曹耀師是我殺死的 搞事他該死 老管家 我知道你的全名叫什麼 你說什麼看 余滿堂 你怎麼知道 我還知道你的女兒叫什麼 你說 叫什麼 余淑文 你不想知道他病棺嗎 想知道你怎麼什麼都知道你是誰啊 今晚自食 在後面等我 老陰 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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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 老是 你們 你不想去 老是 你不想去 老是 那你是谁 我是谁你没有必要知道 你只要记住一件 按照我说的做 你女儿就不会有太多的怀疑 如果你违背我的话 那女女儿 就不光是被处死那么简单了 我女儿书温 是像三小姐这样的孩子 她的妈妈生下了之后就死了 我到冬季这儿来做事 就是为了给她挣钱上学 我没想到 她会遭死不死 为了女儿 我只好听从她的吩咐 那次药师中毒的事 就是她干的 我曾经看到 事发当天做饭的时候 曹药师从造坊里溜出来 后来就发生了 吃蘑菇中毒的事情 我相信 我相信 就是她干的 后来我特意就这个事问过她 她就用我女儿暗示和威胁我 我就不敢把看到的告诉冬家了 我心里对女儿的担心 像一座悬在心头的大山重重的压在那里 直到有一天那座山终于倒下来了 她早晚给这里带来血光之灾呀 我是想总之她 那可是要人命的事 哎呀 就别再替别人操心了 想想自己女儿吧 这年头 我们能自保 已经是大幸了 知道有一天 我收到了女儿同间出狱人的信 她告诉我 是我女儿生前给她的地址 我的女儿 已经在监狱被日本人折磨死了 我恨死了日本人和她的走狗 我一心就想杀死她 我就想故意折磨她 我要为我的女儿报仇啊 我要为我的女儿报仇 放我回去房里女儿 快点啊 我女儿已经死了 我女儿已经死了 是你们害了她 不会 他们答应我 只要我在这儿一天 不碰你女儿 一虎猛皮 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回去质问他们 你快放我 快点先放过我 我来了我是想告诉你 我可以救你的命 那快点 但是 你要先自断了舌头 来验证你不会出卖我 你给我断 你们说那草药师 什么事啊 那么下不开 多狠呢 我自己舌头 糟了这么长了 我才知道这人的舌头这么长 我疼啊 太吓着 晚上 千万别乱溜达 早要是晚上 会跟咱女儿转 你知道你是什么吗 狗 一条狗 哈巴狗 如狗你知道吗 狗还知道认主人呢 你该死了 你该下地狱 你该下十八层地狱 我的女儿在天堂的 你个混蛋 我不能让十两娃替我冤死啊 我女儿的仇我已经报了 这人世上 我没什么留恋的 我没什么留恋的 东边 您平常啊 对谁都很苛刻 可你对我始终信任 我打心里都感激 是为知己者死 可打劲个 我再没机会了 那个小铁盒子 我捡着了 放在地窖里了 你打扶人拿去吧 小铁盐啊 冬家是你的好父亲 往后学会疼的啊 别太任性了 九公子 其实你没有像你平常说的 那么实在高尚 你没少折磨冬家 没少给冬家添麻烦 要不信我的话 你往后没什么 别喊你告诉你 孩子 叔 玩 你终以后的 往后自个儿好好的学会照顾自个儿啊 好好的 sustained 小铁盒子 三姐 童ico 您自个儿保重啊 大叔 大兄弟 大叔 兄弟 叔 老家头啊 听好了 到那边找到自己的丫头 过太平日了 好人 跟了二爷大半辈子 落这么个结果二爷对不住你啊 你给我听好了 打今儿起 二爷见着小鬼子见一个就杀一个 绝不收软喽 二爷这个仇一定给你暴露 二爷给你雨露 看清楚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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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凤将军抗日有功 颁发寻张一枚 以字表彰 与伍领 二爷到你 考虑到冯川武将军目前的身体状况 从即日起不再担任军职 改任梁州药监局局长 老婆 來 祝賀你啊 再一次祝賀 謝謝 好 有些人看上去老是八嬌的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其實騙子 三小姐 馬給你準備好了 蹲下 我要踩你上馬 跟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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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